臺灣勞力的缺口逐漸擴大 現在勞動部計畫要仿效南韓模式 由政府部門帶頭 新進人員將會優先來禁用中高齡 以及高齡勞工 最快明年公告適用銀法座的局務 國內少子化問題嚴重 加上二零二六年老人佔比 將達百分之二十點八 進入超高齡社會 讓勞動力人口越來越短缺 現在勞動部計畫仿效南韓模式 由政府部門帶頭 新進人員將優先禁用中高齡 級高齡勞工最快明年公告 適用的銀法職務 勞團表示目前在美日韓的勞動參與率六十五歲以上大概是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三十六 但臺灣到去年為止是百分之九點六二 也就是說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勞參率是偏低的 但如果要禁用中高齡就業也得去思考是否會排擠到年輕人就業機會 因為國內二十五到二十九歲的失業率是各年齡層最高 已經來到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三 學者及社福團體也憂心 要是銀法職類框架太清楚 反而造成刻板印象形同另類的年齡歧 有時候的就業有時候不一定是只有經濟的需求 老人福利聯盟表示 勞基法的第五十四條規定 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為六十五歲 如果連法律都明白告訴大家過了六十五歲 就不符合勞動市場需求 該怎麼提升高齡者 蓄留職場的可能性 也是政府該思考的課題 記者為張國良 台北報導